阿龍 大家好 我是阿龍 今天要來種紅尾東 這個鋼材已經挖好了 挖一個穴一個穴的 那我間隔是一尺 多一點點啦 採用交錯的方式 因為我這個是撒種子啦 所以說我這個種子 本來是一個穴放一個就可以 所以說我這個製播種 我就放兩個下去 就是這個採用交錯 這邊 這樣子 用交錯放兩顆比較安全 阿那另外的 我這邊 之前有移植 那時候沒有沒有拍出來 現在剛好 就和大家講一下 我這個是香瓜 現在還小顆啦 那我這邊剛才有放這個就木屑 這個就木屑啦 要給它撒一點 剛剛也有打那個雞肥 另外又加了木屑 這邊也有加 啊 四波種自己放的種子就安全一點 就兩顆一個穴啦 讓人確保它的花壓力 好 種子放下去 這個土稍微 蓋起來 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我旁邊 這邊 有點高度 我這個弄平的時候 你看 這邊有點高度 這邊也有點高度 這兩邊有高度的話 就是我淋水的時候 水 不會一下就 消掉 它會有一點水 停留在這邊 它會比較保濕 種子會比較好花芽 那這個種子啊 剛 撥下去 那那早晚 一個禮拜十天左右 早晚能澆水是最好啦 保持它有水分 保持它有水分 這邊啊 這邊現在已經播種完畢了 那我另外一邊 那邊有 播種了一段時間 那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在我這個左手邊 右手邊 這個就是宏偉東啊 那事實上 差不多三個禮拜左右 那這個啊 這已經在攀爬了 已經 這個竹子已經 開始捲了 啊生長難免會有落差啦 這邊 也快了 比較矮一點 那這邊 啊後面這個也開始捲了啦 那有的開始在捲了 啊另外在我這邊的話 這邊速度就有稍微弱一點 啊那看到網子那邊 那邊有的也是蠻高的啦 啊這個 我們種下去 它的落差一定會有 那就是說 大致上 它不會差到哪裡啦 可能就是它的攀爬 三到五天左右 就可能 也就開始在會 會 比較差的就會跟上了 那這個 洪偉東啊 那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邊 拜拜 我們一點點 那一邊 有不足 應該有不足 那一邊 哪一邊